今天太阳大 晚上出去 还要去一个朋友的生日 好朋友龙大嘴 到他那边生日去 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哎 送人礼物真不容易 我想了半天 我只能送他一个这个 这是我结婚第一年的时候 自己买了一个 二手的瓦斯摇 用瓦斯烧的可以高温 高温一千两百多度以上才能烧得出来 我就烧了一个小葫芦酒瓶 送给他 这都不能当礼物 可是自己烧的还有点意思 龙大嘴 结拜兄弟 马上就出发了 再见 出发喝酒 再见 今天阳光大我 还得出去朋友过生日 结拜好兄弟龙大嘴 下午四点多钟 李立群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 他吐露待会要去拜访一位好朋友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所以要挑选一件礼物馈赠于他 老爷子戴着一副浅墨色的眼镜 看起来很有上海人的风范 因为要参加宴会 所以胡须脸部清洁 头发等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但眼尖的网友还是发现 老爷子今天的体恤衫竟然穿反了 不得不说 网友的观察力 每一阵画面分析的透彻透彻的 对于李立群这岁数 能去参加朋友的生日宴 那感情自然不用多说 即便空手去 人家也会觉得蓬勃生辉 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空着手去 自然欠缺些礼仪 这部李立群老师 把他珍藏了几十年前的 葫芦酒瓶送来出去 别看这个葫芦状的陶瓷 肉眼看不出有多么奢华 李立群老师对他可是有深厚的感情 在视频里李立群老师吐露 这把壶是自己刚结婚的时候 在二手市场上买了一台瓦斯瑶 在市场上买厚毛胚 然后画好文案 亲手烧制的小物件 非常有纪念意义 这是他第二次 向网友展示这把小壶的由来 记得上次说这把壶的时候 他回忆起年轻的生活 那时候他刚踏入演艺圈 知名度远没有这么高 为了补贴家用和个人喜好 他就市场上买了一台二手瓦斯瑶 和妻子在家烧些陶瓷工艺品 然后远消日本东南亚国家 回忆当时的举动 李立群老师万喜不已 他说 那些陶瓷里面 都是自己和妻子 一点一滴图画上去的 非常漂亮 质量也好 但价格十分的便宜 换到现在 他肯定舍不得卖出去 这把小壶 就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之一 自己非常喜欢 这次朋友过生日 李立群能把这把壶送给他 可见两人的友谊 跨越了普通人层面上的意义 虽然他嘴上说 这不能算礼物 但是字已烧的 有那么点意思 掐指一算 李立群老师结婚 至今有36年了 这把壶也算得上是老物件 我们虽然没见过这位朋友 但据上几次 视频里的画面 应该是前不久 李立群老师 去他家做客的 同一个人 老爷子跟李立群年龄相仿 或许更大些 老爷子去他家做客 直言称 改善伙食 各种鱼肉大虾海鲜 摆的是满满一桌 非常丰盛 前天 李立群老师 拍完最后一部电视剧的镜头 遇是他在上海的工作 告一段落 视频里他吐露出 下个月三号 将离开上海 回到台湾老家休息 一年多没回家了 虽然台湾疫情 比这还严重 但他还是要回去看看 饱含深情的说 我对大陆的情感太深了 等疫情过了之后 来来去去方便了 我随时会回来探亲看朋友 大家多多保重 老头回台湾了 感谢你 感谢你 的福利 希望你 中国朋友 感谢观看